自五日傍晚发生由传清复事故以来,泰国普及岛查龙湾码头一片网路,这起事故牵动着中泰两国人民的心,来自两国政府,民间的救援力量陆续汇集到这里,争分夺秒展开救援力量。 一场接一场的新闻发布会,焦急等待救援进展的各路记者,普及岛海域帆船事故救援指挥中心,在查龙湾码头彻夜运转,中国驻泰国大使旅舰与泰国普及府福尔诺拉帕,7日中午在查龙湾码头的救援指挥中心举行联合发布会,旅舰说,中国政府联合工作组,已与泰国救援工作组,展开了首次联席会议。 目前中方已经有两支救援队抵达普及,马上将参加下一步搜救工作。 据泰国普及府通报,截至当地时间7日13点50分,已有38人遇难,仍有18人下落不明。 普及府福尔诺拉帕说,7日救援队伍,将彻底搜查凤凰号遗骸,搜出凤凰号内的遇难者,之后再加大对海面进行搜寻。 6日,在泰国普及,救援队成员在水下搜救,多方力量全力搜救。 诺拉帕在指挥中心,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,军方和民间都出动船只展开全面搜索。 6日,泰方共出动十几艘大船,无架直升机,和70多名海军士兵参与救援。 空军也安排多名飞行员待命。 在6日的搜救活动中,我们救起了两名幸存者,其中一名是中国人,一艘船凤凰号沉没在海底44米深的地方。 在救援现场,来自民间的普及蓝海救援队成员牛仔队记者说,这里的海底结构较为复杂,他们先后下水两次。 终于在第二次发现了沉船,并隐喻在封闭的船舱内,看到了遇难者。 由于海水太深,我们正在商量下一步行动。 当地时间5日17时45分左右,两艘游船在返回普及岛途中,突遇特大暴风雨,分别在普及珊瑚岛和梅通岛附近发生轻浮并沉没。 船上载有133名游客,其中包括127名中国游客。 7日,中国驻泰国大使律舰及中方工作人员,来到救援指挥中心,与泰方救援力量开会。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记者